奉献在我们引用经文里面 常常我们首先会想到是奉献金钱 就是不只是奉献金钱 最重要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人献给主 但是包括金钱 那奉献呢 第一个 不要把它想成是律法的重担 固然圣经里有这样的条文 但是这种条文没有什么强制性 因为奉献总是跟你个人有关系 不是强制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 使徒行乱第四章讲到 那个时候有圣灵的充满 大家有一些特别的反应 就把自己的田产家业卖了 然后放在使徒脚前 使徒在按照需要分给个人 特别讲一个人就是巴拉巴 他也做这个事情 但是在这里面呢 也是一样 就是这是一个感动 不是强迫的 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 和他的妻子沙菲拉 他们卖了田产 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 把嫁淫私自留下几份 他的妻子知道其余几份 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他们似乎要给人一个印象 就是这是所有的奉献 所有的田产通通奉献了 那彼得知道了他的心意 彼得就严厉的斥责他 说撒旦充满了他的心 西红圣灵 他说你为什么把田地的嫁淫私自留下几份呢 好单看这节经文 好像就是不允许你留下来 但彼得后面强调 田地还没有卖 是你自己的 没有卖的时候田产是你的 卖了以后 嫁淫是你做主 还是你自己的 不管是地或者钱 那都是你的 都是你做主 没有人强迫你这样做 更没有人强迫你说 要把所有的奉献 不奉献的话就不好 是你自己心里起了一个意念 没有全部的奉献 说全部的奉献 你从一个角度来讲 也很冤啊 也很倒霉啊 这是因着奉献而死掉的 他不奉献还好 因着奉献他死掉了 西红圣灵就断了气 后来他的妻子来也是一样 那么彼得再一次问他说 你们卖田地的嫁淫 就是这些吗 你说我卖的田地 比这些钱多 但是我没有都拿出来 有的我自己还要保留一下 没有问题啊 但是他说 就是这么多 彼得又说 你们同心试探主的灵 你们两个都会死 这个捐呢 奉献呢 是你自己做主 这个没有一个规定 神有建议我们要怎么做 但是没有说 你不奉献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对夫妻 没有全然奉献就死 不是他没有全然奉献 而死是他没有全然奉献 他说他有 这个是一个七红 没有这样的必要 不需要 我们刚刚看的经文 保罗也说捐的乐意 这是一件好事 神喜悦的 显然捐的不乐意 神不喜悦 其实就好像 接来食一样 谁喜欢吃街来食 你对神 实在不想 但是不得已 这个神不喜欢收这样的钱 我们捐的不乐意 就不要捐 但是 我们学习操练 勉强自己 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 没有人要我们规定 一定要运动 但是你学习去运动 操练 这是一件好事 勉强自己 操练自己 这是一件 好事 但即使这样 也还是没有人能强迫你 做这个事 在奉献的事上 我们很遗憾的说 第一个奉献的人 是杀人的凶手 就如果心态不对 真是就很麻烦 我说的当然就是该隐 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说 我们不要像该隐 他是俗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了他呢 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约翰这样讲 其实他留给读者 再把它做一个总结 我们当然知道 该隐为什么要杀亚伯 那么当约翰说 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兄弟的行为是善的 好我们就看这是怎么回事 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以后 是非常的辛苦 比我们现在要辛苦得多 因为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之前 在创世纪三章十七节 神对亚当说 你听了你妻子的话 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东西 所以地会因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害的地受咒诅 你要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吃所得的 地必给你长出经济和吉利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书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 你本是成土 人要归于成土 学者也在讨论了 就是在挪亚洪水之前 有没有下过雨 那么你说没有下雨 怎么能够植物得到水分呢 看圣经讲是露水 或雾气带给地上的植物需要的水分 那不管有没有下雨 亚当夏娃所处的那个世界 是一个土地被咒诅的世界 我们现在不是 亚当夏娃受的咒诅 我们今天还受 但是有些部分是没有了 像土几乎只能长出经济和吉利 不是 现在可以长出很多 这改变的理由我们等一下会讲到 我们受到咒诅 但是因着神的恩典 也让那个咒诅降到最低 当亚当耕种的时候 非常辛苦 到处都是经济吉利 他的大儿子该隐 也是耕地的 跟父亲一样 非常的辛苦 在创世纪四章三节说 有一天 该隐拿地理的出产 为贡物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身的 和羊的指游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 变了脸色 各位该隐为什么要奉献 没有人教他 亚当夏娃没有奉献 没有献祭 没有拿东西献给耶和华 该隐为什么带头做这一件 看起来蛮好的事情 起码耶和华应该很喜悦的事 然后为什么耶和华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 因为该隐的行为不好 这个人不好 所以神不喜悦他的贡物 但是他的确也有讲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他献上的是数祭 于是有人就推论说耶和华是吃荤的 这个是当然绝对不通的 神不会要吃这些东西的 那经文是太多了 耶和华从来不吃这些东西 他是神嘛 他哪里需要 他给人吃 他自己不需要吃 千千万万的牛羊都是他的 他不需要人献 那么不管是牛羊或者是菜猪 都是耶和华赐给人类的 耶和华不喜欢该隐的献祭 不是因为那个祭物的缘故 是因为该隐 该隐做了什么 上帝不喜悦他的祭物 你看不到啊 对他后来杀人了 但那之后啊 之前是什么事 让耶和华不喜欢他的祭物 我们只能推测 根据圣经讲的 我们知道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说 亚伯因这信 献具与神 比该隐所献得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 做的见证 如果亚伯的祭 让耶和华喜悦 那么是因为 因着信 他有信心 那么该隐的祭物 不被上帝喜悦 我们似乎可以安全地推测 就是因为该隐 献祭的时候 没有信心 有信心做任何一件事 神都是喜悦的 没有信心做任何一件事 不能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那么 那什么叫有信心 我们也只能推测 这两个人的表现 一个是有信心 一个没信心 应该推测来算准 因为经文有肯定 亚伯是因着信 献得神就喜悦 那我们可以推测 该隐是因着没有信心 献得神就不喜悦 跟既无关 跟献者 有没有信心有关 信心是什么 不管是该隐 亚伯或我们 我们的信心 都有一个 最基本的对象 就是我们的信心 是对神的 对神有信心 有信心没有信心 不是你自己 有多大的把握 有信心没有信心 是你对神 有多大的肯定 你对神 有多大的喜悦 你对神 有多大的依靠 越有信心 就越依靠主 越有信心 就越肯定主 越有信心 就对这个信心的对象 有更多的依靠喜悦 而信心是看不见的 信心是对 看不见的事情 看不见的神 有把握 或者说 信心是对上帝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信心是根据 上帝的启示 产生的一个 对上帝的认识 在罗马书第十章讲 信是从听来的 我们和和本番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 把它按照原文讲 就是信心是从上帝的话来的 信心是从听上帝的话而来的 也就是信心是因为 神的话感动了你 或者我们说 圣灵借着神的话 感动了我们 让我们对神有个认识 这个认识 是来自神的话 来自圣灵的感动 这个认识 不可以是 你对环境和自己感觉的结果 这我们常常说的 你看环境 就会跌倒 理由是什么 环境可能一直不断地对你说 你们的神在哪里 环境和感觉一直对你说 上帝不存在 环境和感觉对你说 神不听祷告 就是你所看的 你所听的 根据你自己 你看这个世界 你听这个世界 就跟每个无神论者会 振振有词地说 我哪里看得到有上帝的 没有上帝啊 但是基督徒的反应 最后面都会用某种方式说 你真伟大 我感谢主 赞美 非基督徒也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反应 但是 不会感谢上帝 这是保罗说的 就是 世人看到这个世界 虽然神的勇能和神性 明明可知 他们却不会感谢他 故意的不认识他 而且不管他们 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会归荣耀给上帝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 真信心产生的原因 必须是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 浓缩起来就是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 上帝的话 倒成了肉身 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 他的爱 在耶稣基督的十字下 显出来 也就是真正的信心 是借着上帝的话 拯救我们这件事情 使我们对上帝有认识 使我们对上帝 有正确的态度 你用这个来想 你生活中的每件事 你是不是一个 有信心的人 你是不是一个 有信心的人 并不是指你 一定是对某件事 很有把握 我有信心 今天我去口试 一定能够过关 我要给自己这个信心 就好像什么球队的教练一样 要鼓舞他们的信心 你们要对自己 能够胜利 有信心 你们能不能赢 必赢必胜 来 一二三大喊 有的时候你在有些教会 也会听到这样的情形 大家说了 今年我会发财 今年我会发财 阿们哈利路亚 阿们哈利路亚 主听祷告 今年我会发财 各位这不是圣经里讲的信心 这不管在推销的 或者是古物试器上 有什么作用 这是另外一回事 这不是信心 信心是上帝的话 感动我们 让我们对上帝的 慈爱怜悯有认识 信心不是自我的把握 信心也不是因为环境 或任何东西引起的一个意念 环境 盖寅亚伯都很苦 都是一个经济 长得遍地都是的 羊也没有多少草可以吃 耕田更是辛苦 盖寅耕的好辛苦 这个上帝实在是 太苛刻了 我送他一点东西 甜甜他的嘴 他会对我好一点吗 我认为这是该引献祭的动机 因为圣经没有讲 我们只能推测 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倒很想听听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他的献祭 是因为环境 不是上帝的话 因着环境 他觉得上帝太苛刻了 但他无力反抗 就送一点东西 甜甜他的嘴 对我会好一点 耶和华当然不会喜欢这种奉献 你把耶和华想成什么样的神 想着他这么苛刻 他怎么会要收你的奉献呢 那亚伯的呢 圣经讲是更美 是有信心的 那么非常可能 就是亚伯 在同样恶劣的环境中 我们也只能说 因着神的话 让他也许是他父母 跟他们讲过 在伊甸园里 神跟他们说过一些什么样的话 包括最后的一个咒诅和应许 让亚伯在圣灵的感动中 觉得上帝是一个好的上帝 我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恶劣的官 我抗拒不了 我非在他底下生活 我送点东西给他 我是一个感恩的小民 他对我真是好 我就献给他 这是保罗讲的 当他把上帝所有的恩典 美好讲出来了以后 当他把上帝如何拯救赦免 拣选罪人 无条件的恩待我们 当他把这因性称义 恩典 甚至拣选的道理都讲完了以后 他先做了一个 可以说被圣灵感动的话 感动了 哦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亚伯是一个喜悦的奉献 亚伯是一个喜悦的奉献 同样我要说经文不是那么多 但我就说亚伯以后的另外一个奉献 这个奉献呢 我觉得是很可以把亚伯的心情表达出来 那个记载在创世纪八章十五节 洪水完了结束了 于是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父都可以出方舟 所有出来的 就是在地上要大大的滋生 大大的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父 统统都出来了 那些昆虫走兽飞鸟 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然后挪亚就组了一座坛 挪亚就献上 洁净的深处飞鸟 献在坛上 各位挪亚为什么要献祭 出了方舟干嘛要献祭 我推测一下 挪亚出了方舟 看到的是满山遍野的尸体 挪亚出了方舟 看到的都是被洪水淹死的 动物和淹灭的植物 挪亚看到这一切 我想他们全家在那个方舟里 一年日子真是不好过 你看他放那个鸽子出去的时候 就是听到雨停了 然后多么盼望能够出来 很闷啊 方舟门一打开 那些动物 哇哦 应该就冲出去了 挪亚也出去了 闷死了 于是我想他就动了敬畏的心 他就拿各样洁净的深处飞鸟 线在坛上 各位你要知道 那时候所有的动物 包括鸡鸭 都比熊猫还更宝贵 所有动物捷径的全世界只有七对 不捷径的只有一对 七对 线上的一对 就只剩下六对了 而且你要想在这一年里面 挪亚跟这些动物应该都建立感情 这些有感情的动物一定有羊 有牛 他把他们献上 哇 很有感情 但是挪亚心中有更多的是感谢 我居然被保命了 挪亚 生儿养女的时候是五百岁 进方舟的时候是六百岁 一般讲就是他建方舟建了一百年 彼得奥书讲到说 他们全家还做了另外一件事 一个是建方舟 一个就是传异道 他们建方舟 方舟建得很好 没有沉 没有漏水 他们传道传得很不好 一百年 没有一个人信 大家都说他浪费时间 大家都说他发疯了 建一个方舟干嘛 现在只有我被拯救了 他太感谢了 他就献上了 这个献上的祭呢 圣经讲是 有心香之气的祭 甚至很拟人化的讲到说 耶和华闻了那个香气 哇就很舒服 这太拟人化了 我不再因为人的缘故 咒诅地了 也不再按照我才所行的 灭各种活物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架设寒暑冬夏 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这从科学上来讲 也非常合理 大洪水过去了 谷地一定是淤泥 非常肥沃 跟尼罗河每次涨水退下一样 科学上来讲 洪水以后土地肥沃 也很合科学 但是我们说的重点是 上帝不再咒诅地了 土地是个神奇 土地里怎么会长出 那么漂亮的花 怎么会长出 那么好吃的水果 怎么会长出 各式各样的植物 土地 难怪有人拜土地 我们不拜土地 我们拜创造天地的主 我们不仅拜 我们献上 我们感恩 我们的奉献 希望不是被律法的重担 或恶强迫的 好像 肝影一样 好像亚拿尼亚 撒菲拉那样 我们的奉献 像亚伯一样 有信心的 有信心就是 因着耶稣基督知道 上帝对我们是多么好 即使环境 即使人对我们说 你的神在哪里 即使我的肉体 我得癌症的肉体 说你的神在哪里 我们指着耶稣的十字架 说我的神 在十字架 因为我的罪死了 当该隐 后来把亚伯杀了以后 耶和华责备他 耶和华说 你种地 地不再给你效力 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是第一个杀人凶手 因为他嫉妒他的兄弟 然后他有所有犯罪的人的一个特点 就是自怜 一个犯罪的人 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恶 常常是自怜 你对我太凶了 你给我的刑罚太重了 过于我所能担当的 各位该隐杀了兄弟 他是第一个杀人凶手 他杀了人 耶和华给他的刑罚是 你会流离飘荡在地上 这是一个流放的刑罚 他没有被猝死 神给他的是流离飘荡 从生态来讲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罚 你在这里耕种 耕种了一阵时间 土地营养没有了 你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耕种 再到另外一个地方耕种 然后再回来 上帝对他处罚 其实非常怜悯他 上帝对他处罚 太轻了 他说太重 他说凡遇见我的 必杀我 很多人就笑了 这是圣经乱讲的一个证据 遇见我的就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 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 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这个英文叫做 The Mark of King 该隐的记号 该隐的记号是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真是求主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脸上不要有个Mark of King 人家看到了就怕你 不敢杀你 他怕你 他觉得你一脸凶相 他要杀你 他会很危险 你也在怕人 你怕人家要杀你 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 住在伊甸园东边 这该隐的记 不是一个桃祖喜悦的记 因为该隐 不用信心来献祭 他不用信心来认识 这位上帝是多么的好 以至于我心被恩感 就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神喜悦 好 奉献献祭 不是一个律法的规定 是心被恩感的结果 第二个 奉献也不是投资 奉献不是投资 买股票是投资 买股票或者我们平常投资 把钱交给别人 说的重一点就是唯利是图 不一定是罪恶 你指望我把钱放在你这里 你能够给我很多的利益 奉献跟利益没有关系 奉献跟恩典和慈爱有关系 我们领受了恩典 心被恩感 我们就把身体 把时间 把金钱 把技能 献上 我买台塑的股票 绝对不是爱台塑家族 我是为了利益 我奉献给教会 给上帝 绝对是为了爱上帝 爱教会 不是为了利益 但是奉献 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强迫 如果我们学习 强迫我们自己 愿意学习 做这个事 这是好的 奉献不是投资 但是圣经也的确有讲 我们很熟悉的 马拉基书三章十节 万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 全然送入仓库 使我家有粮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寝服于你们 甚至无处可容 神也给我们物质的报 马拉基书 还有旧约很多地方 新约连我们的主耶稣都讲过 当我们为主摆上一切的时候 没有不在 来世得永生 今世得百倍的 虽然我们并不是求这样的百倍 但是我们知道有 也是很高兴的 也是很好的 奉献 不是因着律法 但是我们把这个学习的强迫自己 在甚至自己不富裕的时候 甚至我们当中 你在做学生的时候 你的生活非常的紧 你学习奉献 这不是一件坏事 没有规矩说你一定要怎么奉献 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 是好事 而 十一奉献 更不是一个绝对的律法的要求 但是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你学习十一奉献 是一件好的事 只是我还是说 愿我们都知道 我们奉献 最基本的 不管别的我们学会多少 有一件事就是 我们奉献是因为 心被恩感 我们的主恩待我们 我们就学习着像主一样的生活 有些人非常的害怕 如果没有十一奉献 就像有些做见证人会讲的 我没有十一奉献的时候 常常生病 结果撩去的钱比奉献还要多 等我奉献了以后 哎呦 小孩身体也健康了 先生也有好的工作了 也加薪了 哇 神给我们更多 各位这些 如果不是真的 当然不可以讲 如果是真的 也要小心讲 小心听 我们不能说 奉献给主 不管是金钱或时间 没有报酬 我们不能说没有 因为神应许有给我们 但是那不是我们基本的动力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 奉献不是可怜教会 奉献也不是同情传对 不是对人 奉献是对神 不是对人 虽然神并不需要任何的物质东西 我们的奉献 基本上是给传道人的需要 但是我们要记得 奉献是给神的 而且奉献的人应该谢谢 收奉献的人 因为我代表神 接受了你的奉献 使你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你要谢谢我 我以前在华生的时候 做教务主任的时候 在暑假的时候都是代理院长 代理院长的时候 总务主任每次都会拿 这个月的奉献者 我们有一个标准格式 谢他 但是如果超过某个数字 就请院长亲自写几句话 求神祝福 感谢主 谢谢你 愿神祝福你 等等 我想这没有错 我们领受的奉献 尤其是比较大笔的 我们有一些谢谢 是好的 是对的 不过 如果照圣经所讲的 你去奉献的时候 还要被检查一下来 当你奉献的时候 那些收奉献的人 还要检查 你献的牛羊 好不好 不好 拿回去拿回去 耶和华不要这个东西 你就惨了 收奉献 是给你一个很大的 享受和恩典 如果我们讲庸俗一点 就很给你面子 所以每次 你到店里去奉献的时候 献牛献羊的时候 当他们接受了 那个奉献的人就会说 谢谢你 谢谢你 你代替上帝 接受我们的奉献 感谢主 谢谢你 我有一次去 一个地方 退休会 讲这个道 讲完了 他们给谢奖元的时候 他们就 谢谢康姆斯 谢谢康姆斯 各位 要想到 施比寿更为有福 当然也要想到 最基本的 我们是 是无缘故的受很大的恩典和慈爱 让我们养成一个奉献的习惯 让我们养成一个愿意把好东西跟人分享的习惯 当然我们不是满作好人 我们奉献是希望能够真的帮助人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五节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你是这一月出了埃及 我给你的恩典有多么大 出埃及记三四章二十节 凡投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 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 耶和华从来没有任何的需要 耶和华要他的子民养成一个习惯 活出一个形象 跟耶和华一样 他乐于施 乐于给 乐于把丰富的美好施给 一切的受造物 出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十九节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就是有信心的奉献 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 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功 是 我们的奉献基本上给教会做主的功的 基本上是给教会的神的仆人使用的 立位记六章十八节 献给耶和华的伙计 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 直到万代 做他们永得的份 立位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 你们献感谢寄给耶和华 要献得可蒙悦纳 不要献得 拿去 不要献得像 哥林多教会 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说 哎呀 我这次来收奉献 你们可以 要预备好啊 各位这就好像 有些教会 如果我是收奉献 把奉献拿到你面前 你说 对不起 等一下 让我拿一下 然后掏了半天 口袋 你站在那里 超过十秒钟都很尴尬 你不要给了 你不要给了 拿出钱来这么难啊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 以至于保罗提醒他们 哎呀 你们雅盖雅教会 预备了这么久 怎么都拿不出奉献来呢 我们奉献 是甘心乐意的 是非常快乐的献上 而且我们不要有一种 施主的心态 我施舍 我可怜你 在生命纪二十六章 第二节开始讲到说 如果人到圣殿里去奉献 你要说有规矩 倒真有个规矩了 当以色列人有了收成的时候 去神的家 神的居所 把收成给祭司的时候 要先说一番话 你们听啊 我祖元是一个江王的亚兰人 后来下到埃及寄居 他人口稀少 哇 却在那里成了又大又强 人数很多的国民 雅各也有这样的想法 雅各在献祭的时候 也越来越进步的会说 耶和华 二十年前 我过这个约旦河 我过去的时候 两手空空 什么都没有 二十年后 我过了这个河 哇 你看我成了两大队人马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品受 这样的向上帝的祷告 耶和华 不是我的祖先 包括我自己 我带着罪孽 来到这个哭泣的世界 我做苦工 我们哀求耶和华 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领我们出了埃及 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 你和立位人 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 要因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人的一切福分欢乐 耶和华赐福分给你 叫你的传道人 你的牧师 你的弟兄姐妹 一起欢喜快乐 历代至上二十一章二十四节 阿尔南要送祭场祭物祭火给王 大卫说不要 我要用竹架向你买 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 也不用白德之物献为凡祭 意思是 我要献神给我的 我要把神给我的恩典奉献 所以大卫在奉献许多的金钱 为了要建殿用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祷告非常好 大卫的态度非常好 他要为上帝建殿 结果上帝不允许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常常麻烦的是 我们请人侍奉或者奉献 不肯 这是一个麻烦 大家不肯奉献 不肯侍奉 另外一个麻烦就是 很多人很积极地要奉献 要侍奉 你说你在讲什么 不想服事 这我们懂 想服事也是麻烦 是麻烦 很多时候有些人要服事 就是教会听我的 奉献也是 因为我奉献了 所以你要听我的 我在华生的时候 我想所有福音机构很为难的一件事 就是当大金主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略对欢迎 我们那时候做老师觉得 怎么搞得我们这么低声下去 做代理院长的时候就知道 哇 薪水发不出来是很辛苦的事 我们多有点同情的心 当大卫一心要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 耶和华说No 大卫应该很火大 好吗 算了 没有 他非常高兴 我不能够 但我可以预备一些金银给我的儿子 我不能见见 但我可以勉励我们的同胞一起来奉献 所以当他奉献金钱 为了神不允许他做的事 他说我算什么 我的名算什么 尽能如此乐意的事奉献 历代智商29章14节 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 我们把从你而来的献给你 这在旧约里面都是非常棒的话 新约里面很多 但旧约里面不多 历代智商29章15节 我们在你面前是客履是寄居的 与我们列祖一样 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儿不能长存 不能长存 但是当我们献上的时候 那个献上的心智和我们的信仰 使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盼望 即使在旧约 29章17节 我的神啊 我知道你察验人心 喜悦正直 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 现在我欢喜 见你的名在这里 都乐意奉献于你 我们感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献上主喜悦的祭 亚伯的祭 在艰难的环境中 欢喜献祭 挪亚的祭 在满山遍野的尸体中 献上新香的祭 亚伯拉罕的祭 他把以撒献上 寡妇的小钱的祭 他所献的比任何人都更多 马其顿教会的祭 他自己没有什么 还是奉献了 耶稣的献祭 最讨神的喜悦 我们求主帮助 我们献得主喜悦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求主圣灵光照 求主的话光照 让我们能够真实的 常常的被提醒 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 我们蒙的福何等的大 我们得到的好处何等的多 主我知道 用我们的肉体看这个世界 看我们自己的遭遇 我们 不觉得你良善 我们不觉得自己蒙福 我们不觉得自己是幸福快乐的人 我们用自己的肉体 用自己的聪明智慧 用世上的标准来看 我们会觉得你很苛刻 我们会觉得我们 没有被你好好照顾 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做一个诚实的人 蒙恩的人 你圣灵光照 让我们看到 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让我们听到 我们耳朵听不到的 让我们心中被光照 使我们知道 人心想不到的 就是你多么爱我们 我们多么有福 求主怜悯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观看